王林投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昨天是在高雄車隊掃街 備票 那這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他也現身來陪同 侯友宜就說 他在車掃時候的支持者 都會從店裡跑出來 讓他感受到 這南部鄉親的一個熱情 還有疼惜 那王金平也說 他將會全權負責 一月七號的高雄大造勢 預計至少能動員三萬名支持者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上站車親自陪同 侯友宜在高雄第二天車掃 防彈玻璃比第一天往下降了不少 離選民更近 更沒距離 侯友宜中山 侯友宜中山 從路逐到岡山 鄉親守在路邊 咬著國旗吶喊 還有支持者準備大菜頭送上車 象徵選戰好彩頭 感謝南部選民疼惜 侯友宜參加高山婦女後援會 更開啟個人演唱會 唱到一半還直接跳下臺 讓台下瀑布媽媽全暴動 選戰倒數一個月 侯友宜踩進民進黨本命區 高雄陸戰全面啟動 剛接任全國後援總會 總會長的王金平16號 也要親自主持總統和立委選戰 輔選工作會報 也全權負責1月7號的選前大走勢 黨部要辦的 我們要跟他增加 負責增加2萬人 實質的2萬人 不是主持人中間 這個口中的2萬人 應該有超過3萬人 衰記村29天 我們村最後一路 我們不輸 但是我們不贏 副手趙少康留在北部故莊的同時 除選嘉義的侯友宜就到南部拔莊 親自喊選民對話 希望拉台南部支持度 由南往北替選情加温 最後一個月的選戰策略 期盼成為逆轉關鍵 記者綜合報導